这是我一款手动高精度的热压仪 它的控制能达到10公斤 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按加热功能 然后它上面的面板 这个控制上面板 这个控制下面板 我们设置120度 这个是工作灯 代表它在加热 这代表电源 它在那里通电了 上个下来都是一样的 设置也比较简单 按设置按钮 然后我们再一下调整的小点位置 比如说我们调到这个位置 我们按加就130了 我们设置130 它就往那倒130就停了 按减就这样 有这一 可以直接 再往小点位置 下调到 调到我们需要的尺寸度 再往1点 再往1位 减就回到120 这就可以了 过4秒钟它自动就给我们推充 这个设置键 千万不要长按3秒 长按3秒 会出现out效率 下面是压力 压力是速简的 我们的渲染压力是小有点3V 可以控制到10公斤 精确到 具体怎么精确到 我们可以用那个压力 钢板器 进行效准 每一个数轴 进行效准 效准完呢 比如说我们测试了0.02 比如说是1公斤 这个照片 然后呢 我们就再测试一个0.03 是多少公斤 这样炸的卡数表 非常非常准确 下面我们大家演示一下 然后呢比如说呢 这个一个无标杨板 加上我们的样子 然后呢再盖上位子 因为屁出来比较凉 比较弱 比较弱 这样加好之后 放在压力中间 位置 然后拧开 拧开那边的翻滑板 加压翻滑板 然后开始加压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流浪大量烧了 然后看这压力 比如说几兆的话 的话 我们可以精细控制它的压力 比如说1.9兆的话 是多少 然后我们对应的 荒占表就可以看 就是它的实际压力 然后呢 当我们加了一定温度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它冷却和降温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不想升温了 我们可以设置按钮 把这个温度调上分明 这个非常简单 我们就不升温了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灯就灭 就不升了 加完压之后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法 松开翻滑板 进行卸压 这是一个加油螺丁 有需要加油 请问你加油 这样我们给点下卸压 松开汤汤汤 让我们吃饭了 这就是一个 给他们的操作过程